我們來解這個不等式 這個不等式我們也要分段討論 第一個,我現在要去角類子 去角類子的話,如果這是正的 去角類子不用交號 如果是負的,去角類子就要交號 第一種情況 當2x-5 它是大於等於0的話 去角類子不用交號 這個時候的話 2x-5 x-4 那這樣的話 x1過來 x最小的多少 小於9 跟這個取角類子 x大於等於2分之5 所以就得到 x小於9 大於等於2分之5 這個是當絕對子裡面是正的時候 它在解釋什麼 第二種情況 是2x-5 它是小於0的時候 去角類子要加5 這時候就是 負2x-5 加5 小x-4 那這樣子以後 我把x移過去 就是負3x 那小於多少 4-5是負1 然後把負3組過去 x要大於多少 3分之1 x要大於3分之1 那這裡 x要小於多少 2分之5 所以它的解 就是多少 x小於2分之5 大於3分之1 所以有這兩段 就是這一個 或者是這一個 就是說 或者這個 那我們把它的取交 或 這是或 把它取連幾 連起來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多少 這是9 跟什麼呢 跟這2分之5之間 就這一個 這個呢 是多少 這個是2分之5 換到那個 3分之1之間 他把它取連幾 只要有的 他都把它加起來 取連幾 就得到 補上去 補上去以後 x就小於 這是負 這個負這個 9 大於多少 大於3分之1 所以x的也小於9 大於3分之1